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遗憾 人生来就具有自寻烦恼的本能 关注失去大于得到 关注痛苦大于快乐 这种天然的思维模式 帮助我们受困于各种的痛苦 《沿喜攻略》是四年前就很火的片子 我呢最近才刚刚看完 整部剧情跌宕纠结 最大的感受莫过于两个字 遗憾 也是今天话题的由来 这部剧的大意是男女主人公一生爱而不得的痛苦经历 剧中一位想要为姐姐报仇而选择入宫的女孩 魏英洛在服侍皇后的过程中 认识了温雅沉稳 忠孝爱国 英俊又专情的宫中侍卫 复查复衡 也是皇后的弟弟 自从复衡爱上英洛 一生之爱 不顾地位 不顾艰险 但因为当时皇上也看上英洛 导致他求赐婚而无门 一个爱而不得 一生遗憾的故事 但即便如此 在后来的日子里 他还是一直远远地注视他 帮助他 关爱他 无数次地救他与险境 乃至终了 这部剧 所有的眼泪 都献给了这位 温和而忍耐的富恒大人 在这里也感谢徐凯 一位年轻 努力的演员 给我们带来 这么美好的人物 如此完美的人设 人之常情 本应得到最好的结局 可是偏偏事与愿违 剧情带给人的巨大遗憾 令人久久无法释怀 这样的情绪跟着我很久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杨将先生写的话 他说 人生无论你怎样选择 都会有遗憾 是啊 仔细想想 谁没有遗憾呢 别人有 自己有 故事不同 程度不同而已 谁也逃不过命运的安排 和自身的弱点 这么一想 心就开朗了 那经历了遗憾 和痛苦 我们该怎么办呢 李淑彤说 再大的事 三年后 也是小事 为何不借三年后的心情 来过当下的生活呢 是啊 这种用成长思维 来接纳遗憾 真是一个好办法 生活的道路上 喜忧总是参半 苦难衬托着美好 有了遗憾 才知感恩和珍贵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也想听听大家的感受 欢迎留言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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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